Hey what's up 这里是喜欢好家的root 今天我们将第一次走进比利时 来聊聊一个追求不完美的完美的米其林餐厅御用家居品牌 Zerox Zerox的故事始于1986年 这个品牌来自于Search和Exo两兄弟的创意 他们在母亲经营的花盆生意中成长 起初规模很小 只生产手工花盆 后来迅速扩大了产品范围 包括餐具 家具和家居装饰 在过去的30多年里 从一个车库里起家的小公司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65名员工的快国公司 总部设在安特卫普 今天公司由Exo领导 仍然保持为一个充满机型的家库企业 而Exo的妻子 Perville Michelson 是Zerox的住宅设计师 他是著名的仙人掌画品的创造者 今天Zerox的藏品 包括不少于4000多件之内的物品 从原始的玻璃器皿 到优优的餐具和茶具 而在2009年 当Exo与陶瓷艺术家Roseph Andville的会面时 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 将会永远改变Zerox的未来 在他的餐具系列推出后 世界各地的星级餐厅 突然排起了队来订购Zerox 今天Zerox是米其林厨师的首选 为他们提供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瓷器 以增强他们的菜肴美学 而Zerox的产品之所以如此成功 除了原创性和功能性外 小公技艺仍然是Zerox成功理念的重要方面 在过去的30年里 Zerox从未忘记自己的基本原则 他的每个系列都是传统制作的 Zerox带是从设计师那里 挑选出来的样品周游全球 评找合适的工匠进行大规模生产 从越南进安特卫普到葡萄牙 这样的设计和生产模式 在保证其不断开发创新产品的同时 还能保证价格的合理性 这与很多创作者的理念无望而合 比如这套Zerox和Pitbone 设计工作室合作的基础餐具和吹具系列 简单的圆固设计从餐具延伸到整个系列 纯白色的餐具具有独特的纹理 在保证刚强度的同时 为你能想象到的任何菜肴提供了一张空白的画布 而吹具则使用了压光不锈钢或铜的外观 它的高度会比我们平时使用的略高一些 以防止飞溅 盖子与手把集成在一起 也非常易于储藏 整套吹具受用于所有热源 为餐厅厨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 而AMPM香薰系列由四只香味蜡烛组成 它的灵感来自于天中 发生在早晚之间的不同时刻 每一只蜡烛都能通过不同的性质和强度 来补充一定的情绪 也为创造不同的室内体验方式提供了一个机会 而玻璃背底部的褶皱和木质顶盖 则在高级感中加入了一丝调皮的异味 而Strax因我的另一系列 则是来自他们内部团队的设计师 也是我在开头提到的 创始人Excel提子 Marie Michelson的作品 Marie以为Strax这级产品 长大20年的时间 这使用有灵魂的材料 但这并没有以平生作品的美学为代价 我们从他的每一个设计中都能看到这点 他经常使用Strax扔掉的剩余材料来制作原型 使用许多不同的材料 随所欲进行实验 比如日张边周同时采用了混凝土和玻璃纤维 因此它的状况非常轻 可以非常方便地调整在室内外的位置 而Earth系列的花盆 花瓶和灯具 则是让人第一眼就能感受到雕塑感 却很难想象 只有纸张制作的作品 管理者的做法 是将湿纸条用白胶粘住抹具 在纸张干透后去做抹具 而这个设计也源自于Marine 从小的纸上作画的经历 看似日常的素材 在Marine的手中 见得不再枯燥 而是充满的多样性 除了以上提到的作品外 Strax的许多系列作品 无论是在形状 材料和风格上 都是独一无二的 相比于许多吹嘘完美 和纯粹有工打造的家具品牌 我反而能从Strax的作品中 感受到了他不完美的完美的哲学 也许相比于那些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 这些略代瑕疵的作品 还看下真实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其他设计品牌感兴趣的话 不妨看看我之前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那我们下期见